狂妄电缆贼 干案被识破 喷雾抛爆竹 组追捕 并成为中区一带 近三个月以来 频频发生地下电缆失窃案 大山脚资源治安队 PKSBM 巡逻时 发现电缆贼 展开追捕 电缆贼竟以灭火器喷雾 抛爆竹 一段队员追捕并逃脱 据了解 贼徒多数选择 每天 清晨四十至六十之间干案 每次出动 都会以乘坐轿车干案 好几人共乘一车 出动手法专业 一般他们会事先 撬开马路上的人恐干 数天后再到回来收割 用轿车 把埋藏在地底下的电缆 拖出来 将电缆剪成断号 偷走 无贼喷墨自保 电缆贼喷雾逃跑 但此贼非比贼啊